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先不要激化神后府和六扇门的矛盾 看来是有人要采取更大的行动 四大凶徒只是他们其中的棋子 这个人的实力绝对不容消失 四大凶徒消失了 我们唯一的线索已经没有了 看来也只有从已故的几位大人身上 着手调查了 四位大人的死也十分蹊跷 当时四大凶徒正在与我们恶战 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 大家安排一下奔头进行吧 准备搜集资料 是 是 你们去哪儿啊 张公公 我们准备出门 调查尚书大人命案的事情 尚书大人的死是小事 你们要分清楚轻重啊 张公公急匆匆来 是不是朝中出了什么大事啊 天大的事啊 你们就别管什么尚书大人的死活了 皇上吩咐的事就是最最最大的事 你们要是办不好啊 一定要你们掉脑袋的 公公请放心吧 皇上交代的事微臣一定照办 是 湖州绣女 迷云官兵集体出逃 令沈侯府四大名补 立刻出发 将绣女追回 不得有误 什么 让我们停止办案 去追个小姑娘 这绣女到底什么来路 竟然还敢逃跑 你们就别管什么来头了 照办就是 张公公 恕难从命 追查尚书大人死因在前 绣女案在后 是啊 如今抛下这么重要的案子不查 而去追查绣女 张公公 这是不是有点 你们竟敢违靠皇上的圣旨 是 冷血 你们是不是都不要脑袋了 你们都听着 我命你们四人 即刻前往捉拿出逃绣女 不得有误 师叔 你们连我的话 都不愿意听了吗 是 是 这是那绣女的画像 拿着 逃犯此时应该已经逃离湖州 我们四个分头行动 真不知道我们一走 京城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倒想看看那个绣女 到底长什么样 是 行了 我们出发吧 开门哪 开门 谁啊 表哥 表 叶雪 叶雪你怎么了 叶雪 来 表哥 表妹 表妹 表哥 你醒了 不哭不哭不哭你怎么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呢 跟表哥说怎么了 我爹爹跟我姨娘 他们想要把我送到宫里去当绣女 我不想进宫去 所以我就逃了出来 选绣女 你还逃出来了 这个世上 除了我娘之外 就是你跟我最亲了 我只要看到你 我的心才能够安定下来 可是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以后 我以后就打算跟着你了 跟着我 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可是 可是你不嫌弃我是个穷秀才 分文没有吗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知道你对我好 去年 我发高烧的时候 你还到河里去刨了冰块 双手捧回来给我 我回来的时候 手都动坏了 你还记得这些 你对我的好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可是你我之间相差太多 对你我从来不敢有非分知晓 表哥我已经逃出来了 已经没有地方能让我容身了 表哥 可是我这么穷 跟着我吃苦你不怕吗 不怕 只要能跟表哥在一起 再苦我都不怕 可是我怕 你怕我会连累你 不不不 我是怕 我是怕你爹爹 我爹爹 我爹爹如果 如果对我好 他就不会把我送到皇宫 去当绣女了 他现在 一心就只想着跟我姨娘 和我妹妹住在一起 他早就不要我了 表妹 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不哭表妹 表妹 那你就先住下来 好吗 反正这里山河路远 你爹爹也不会来 他也不知道你在这里 对不对 不哭 不哭啊 饿伯 我给你煮碗面吃好不好 好 等着 来 吃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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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大火临头了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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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怎么怪怪的 兄女出头是杀头大罪 她现在来投靠我 哎 表哥 你说什么呀 我没说话 奇怪 我怎么可以听到她心里在说什么 万一被官府知道 我窝藏出陶绣女 那可是杀头之罪啊 那我就死定了 面条好吃吗 好吃 趁热吃吧 嗯 床已经给你铺好了 晚上你好好休息 谢谢表哥 我就在外面 有事叫我 嗯 嗯 表哥她是不是不想我留在这里啊 怎么来了个女的 这个女的把东西全部吃光 没东西留给我们吃啊 她是凶是善都还不需要 我们还是赶快进地洞去吧 这个洞可以去后街的小巷 我们去小巷找些吃的吧 走吧 免得被她发现 哼 真有个洞啊 不行 得把你堵起来 免得他们再进我表哥家 哎 哎 搞定 那怎么知道秀女的消息 可以 没有什么 还好 我只是小巷 出這樣的席子 不要哭 好 啊 太可怜了 哎呀 知道秀女的消息可以领赏钱 五十两了 我就不愁吃穿了 对不起 表妹 我不想被杀头抄家 只要我报了官 就会有五十两银子 这些钱 能让我从此扬眉吐气 不会再被有钱人耻笑 现在 只有委屈你了 表哥连上接的给我留字条 这么贴心 看来是我自己多心了 我们这么长时间了 到底在哪儿啊 大人 就在前面 拐官就到了 我 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大人 就是这儿了 大人 就是这儿了 同国仔细找 好 你带人去那边看看 你们跟我来 追 是 去那边看看 抓到没有 报告大人 没有绣女踪影 大人 人就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领赏钱了 根本没有绣女 这个求书生 竟然想领赏钱 把她带走 不是 冤枉赏钱了 不是 冤枉 冤枉 是 冤枉啊大人 为什么表哥要出卖我 为了一点点利益 连世上最亲的人都欺骗了我 这世上 我再也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该去哪里 天下之道 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 不行 我才不要差下去呢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姑娘 救命 救命 姑娘 有什么想不开 为什么要寻死 谁想不开啊 要不是刚才被你吓到 我才不会掉下去 你快把我拉上去啊你 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看你怎么负责 你就是逃跑的那个绣女 你怎么知道啊 不是啊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的话 我可就松手了 你 你别放手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啊 如果我掉下去的话 我会摔死的 你到底说不说 可 快把我上去 快点 我 我可是皇上的人啊 你还知道你是皇上的人 好好的绣女你不得 你真是个雷准 你把我挂在这儿 我哥不会断掉的 一断掉我掉下去就会没命的 你快拉我上去啊 喂 你听见没有 真是个冷血动物啊 在下神侯府冷血 奉命捉拿绣女褚印血归案 你就是四大名捕之一的冷血 正是 呸 小狗屁名捕 原来都是帮助皇上做坏事的 月 你到底想不想上来 放开 放开我 你这人怎么这么粗鲁啊 疼死我了 你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啊 真是麻烦 你要不是皇上要的女人 我才懒得救你 邪我麻烦啊 我走便是了 你眼不见 牙尖嘴地 你还想耍什么花招 有你这个冷血 动物在我身边 我还能跑到哪儿去啊 走 我们之后走到哪里去啊 我跟你说话呢 我是捕快 你是犯人 我和你无话可说 我是犯人 你们这些捕快 真是正邪不分 那些把我抓到皇宫里去的 才是坏人 你怎么不抓他们 身为带血绣女 你不安分手挤 煽动其他绣女逃跑 你不是犯人吗 你身为神捕 不去干点大事情 你身为神捕 在这里对付我一个 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我替你感到羞愧 这是我的职责 这个人看起来没那么坏 只是有些顽固不化而已 我得开导开导她 哎 冷统领 这位冷统领 我请问你啊 你刚才救我是出于好心 你不知道我是绣女对不对 不回答就是默认了 那你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要救人 对不对 不回答就又是默认了 那我告诉你啊 如果进宫的话 我也会自杀的 你想想啊 谁会愿意跟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呢 都在一起 所以啊 你就救人救到底 放了我吧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是我的职责 你这个人怎么头脑这么不开头呢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法外留情吗 今天就当做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我求你我求你了好不好 我拜托你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 我 喂 你这个人真是没叫错名字 冷血残酷铁石心肠助纣为孽 丧尽天良 巴托了拜托 你别人了 你不要找我 被孽子儿干什么 你不要招的 你啊 你不要找我 不会出来了 我受不了了 你呢 你就别管我了 让我在这里 自生自灭好了 反正我看你 也不像什么好人 我也不时候你救我了 我好可怜啊 我可以放了你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猎人捕获野兽 设下的陷阱 过两天 会有只大老虎 下来陪你 好疼啊 上来 我的腿疼 我当初算是看走眼了 我竟然还以为你是好人 好疼 疼 不行了 我要坐下 疼死我了 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甩掉 疼死我了 好疼啊 有了 糟了 我的玉佩呢 肯定是掉在刚才那个陷阱里头了 那个玉佩啊 可是皇上的信物呢 掉了 是要被杀头的 我回去找 你一个秀女 又不是妃子 皇上怎么可能会给你定情信任 自然是皇上看中我了 皇上如果不看中我的话 怎么会派你们这些名满京城的四大名补 来对付我一个手无腹肌吃力的弱女子呢 进了皇宫之后啊 皇上不只会送我玉佩 还会送我那些玛瑙啊 珠宝 还有一些什么翡翠的 你不是不想回去吗 我改变主意了不行啊 你到底回不回去啊 我可告诉你啊 虽然你是冷血 但是我这个人啊 心胸狭窄有仇必报 如果我真进了宫当上皇后 你最好对我好一点 相信我先杀了你 在哪里啊 好痛啊 我下不去啊 下不去怎么找呢 找不到就糟糕了 要被杀头的 怎么办呢 哎呀谁帮帮我呀 你仔细走啊 你仔细走 一定在下面 你这个大傻瓜 玉佩可在我身上呢 哎呀你现在就好好在这里 等你的狮子啊 老虎朋友来给你做伴吧 真人比画像更美啊 对不对 我走不动了 我脚好疼啊 脚疼又如何 你要跟我交换位置吗 好啊 那你下来 我不绑你一手 过来 我先问你 这是什么方向啊 西边吧 你有见过太阳 从这个方向升起过的吗 子农天 我就知道你公报私宠 你就会这样对我 我就保佑你 最后给我老实意 拽下来 三 你动呢 我以为你 这 Level 不如我们腾出一匹马 让它渐 erm 这个女的挺狡猾的 你忘了跟她冷血 被她关进泄井里了吗 毕竟我们不知道她的底细 还是小心为好 没错 让她走走再说吧 这是冷血动物 我真的没力气了 我走不动了 她连骂我们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如让她休息吧 你刚才声音不是很大吗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冷血 来 吃点吧 我 我这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好臭啊 现在你不用走路了 安坐这里挺舒服的 我还给你找了个班 这班你喜欢啊 这位置给你做 这是我为你而设的 你还有什么要求 这里又臭又脏的 我才不做 你给我老实地待在里面 不许再吭声 老板 麻烦你 客气客气 你别靠近我啊 你别靠近我啊 别靠近我 我看你这么漂亮 才靠近你的 你怎么这么倒霉啊 遇到一头好色的猪 还遇到四可 连猪都不如的四大名捕 驾 你看看啊 你怎么看啊 好衰啊 你怎么看啊 说什么 这是什么 一眼可 吃你怎么看啊 你什么 Hunter 好帅啊 好帅啊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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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出头被抓回来的绣女 要被发往周灵守墓 这辈子都不能再回来了 你说这些女孩子真可怜 好好的一个姑娘家 这真要进古墓当活死人了 就是 你们还不知道 这还不是最惨的 听说还有人跟秦郎私通 要被拉脚双双斩首了 是吗 是吗 看到这些绣女 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们走吧 去向皇上复命 驾 驾 来 送到那边 好 这位公子 有什么需要啊 老板 给我们一间上好的厢房 好嘞 什么东西那么臭啊 像是猪粪的味道 看什么 满身臭味的人 就不能住客栈呢 可以可以 公子 我带你们去厢房 来 这边去 谢谢 走啊 你们先走吧 我们去找点吃的 去吧 公子 这间房啊 是本店最上等的房间 前面呢 还有一个小院呢 掌柜 帮我打桶热水来 好嘞 是该好好洗洗啊 你 真是没人性的家伙 把我弄得这么脏 还要送我入宫 初姑娘 你先洗个澡换件衣服 再吃点东西吧 你 你要盯着我洗澡啊 你要盯着我洗澡啊 你洗澡 有什么可看的吗 我盯着你 是想看你又想 耍什么花招 冷血 忘了告诉我 你还是省点力气 你是逃不掉的 你不说我都忘了警告你 不准偷看 几位寇官 菜齐了 请慢用 小二 再帮我多加一份饭菜 好嘞 好嘞 刚才看到绣女囚车经过 我心里特别难过 如花思玉的绣女 一个一个被拉去送死 可惜 可惜啊 算命的说得没错 我就是天煞克星 天生命克 凡是落在我手上的 没有一个好下场 对 落在你手上的 全都是坏人 但楚孕穴可不懂 对 我们现在抓回来的 楚应学 实在是无辜 我相信她的下场 和我们之前看到的 绣女是一样的 落尉 你只顾吃东西 难道你心里面 丝毫没有反应 我们的职责 就是抓人办案 维护王法 至于她的结果怎么样 与我们毫无关系 你真的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快吃吧 这 这 喝酒啊 那就喝呗 臭死了 这些出逃被抓回来的绣女 要被发往昭灵守墓 这辈子都不能再出来了 哎呀 你说这些女孩子真可怜 好好的一个姑娘家 就这样又进古墓当活死人了 这些女孩子真可怜 玉儿 姐妹们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后果 不行 我一定要逃出这里 我心里越想 这越是觉得 那你就不要想 多吃点东西 等一下我过去叫她来吃点东西 我就去宫中通报 这个案子就算是结了 你的心肠 真的比铁手还硬啊 你简直就是铁石心肠 四大凶徒还没有捉达归案 相比之下 你们认为哪一个案件更重要 四大凶徒是下一宗案 我们应该先把这件案子办好 现在的案件就是 褚印血被我们抓回来了 但是事实上呢 他是无辜的 嗯 能谢 不如 我们奉皇上之命 捉拿绣女归案 做捕头 尽忠职守 切勿感情用事 是 我希望你们可以划进界限 你这是想去哪儿啊 去哪儿 我这么一个柔弱女子 哪能逃出你 你们这般人的手掌心啊 吃点东西吧 做个饱死鬼也好啊 我不吃 你吃 我吃 你这又是想去哪儿 我不过觉得热 不过 想吹吹风 那好啊 我在这里陪你一起吹 我就偏不想和你一起吹风 好 气死我 哈哈哈哈哈哈 抓到你啦 就知道你在这儿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哎 这个死东西到哪儿都跟着我 又不是我了 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喂 你们这些死没人性的 压着我回皇宫 一是要被皇上睡觉 二是要被斩首 我死都不会给你们回去的 我不是要闹得那么大吧 别吵了我们四个手在这里 他也插翅难飞 冷血 冷血 我们真的要这样吗 这样真的会做大事的 我进去看看他吧 别管他 不管我 怎么可以这样 反正我都要死了 反正我都要死了 那我就死给你们看吧 什么四大名伯 狮子 老虎 乌龟 王八蛋 一个个都是没有人性的动物 你们 你们 你们就等着把我的尸体 拿回去跟皇上交代吧 看来他真的要自杀 他是在博取你们的同情 还是进去看看吧 不要被他骗了 怎么了 终于安静了 没事了 他不会死吧 我去看看 楚姑娘 你没事吧 你居然来真的 楚姑娘 就算要进宫 你也用不着自杀啊 楚姑娘 你死了 我们怎么向皇上交代啊 你就回去禀报皇上 说我这秀女是被皇上 还有你们这些没有良权的补块 给逼死 没有人逼你 是你自己要寻死 你们把我押去皇宫 陪皇上睡觉 被皇上斩首 这不是必是什么 圣旨难违 一句圣旨难违 就让你违背良心做事 哦 还是你就没有良心 事实上 要送他回去 那他的下场 不送他回去 也不会怎么样吧 难道我们要违抗圣旨 我天生命苦一人不输啊 现实被我表哥给出卖了 后来 又遇到你们之前 没有人性的补块 这次我完蛋了 他 干了 我只能去死了 姑娘 不用拦他 让他继续演 初姑娘 凡事总有解决的办法 不如 你想怎样 我们帮他一把 你打算放了他 放了他 大不了给皇上问罪嘛 我们脑袋不薄 我们可以取下他身上的绣牌 向皇上禀告 他头牙自尽了 好极了 那连尸首都找不到 这样的话 皇上也不会怪自己 不行 这是欺君之罪 难道我们看着他寻死 也见死不救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其实我挺同情他的 我刚才看到 囚车上的绣女们 一个一个的 我的心非常难过 那些绣女的命运 你也看到了 他进宫的话 可能命运 会比那些绣女 还要悲惨 他一进宫门啊 这辈子就毁了 好 即使绣牌的事情 可以瞒天过海 但是如果他不进宫 你要他怎么生活 我可以 你闭嘴 难道要他一个人 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你要他去流浪吗 你不如我们把他送去 那个春花楼吧 春花楼 嗯 那是什么地方 春花楼嘛 也要考虑清楚 是要卖身为奴的 卖身为奴嘛 就是端插倒水什么的 是猎气活儿 只怕一入花楼 身似海 卖身为奴不成 小心避梁为昌 避梁为昌嘛 就是给那些 五六十岁的 大爷们弹曲儿 陪他们笑 还有陪他们 什么 睡一觉 那我您过去死 姑娘姑娘 她跟你开玩笑的 别当真嘛 好歹你也是 湖州知府的女儿嘛 大家贵秀 我想到了 让她进神侯府 做丫鬟 楚姑娘 现在朝廷在通缉你 天下也没有你藏身之地 神侯府 是唯一安全的地方 你愿意吗 只要不把我押入皇宫 或是去什么春花楼的 到哪儿我当然都愿意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她去了神侯府 那神侯府内 上上下下的人 知道她就是楚映雪 到时候怎么交代 她可以改名换姓 改名换姓好 就没有人知道 她是楚映雪了 这样一来 就可以保她一条性命 而我们也计点应得 所以你们三个 是确定要帮她 本来我是不想帮她的 但是刚才我看到了 那些绣女们 我这心里面 虽然我是天煞克星 但我也不想楚姑娘 平白无辜地死在我手里 我的三位好兄弟 是要一起来对付我 我的三位好兄弟 现在就看你的了 干 干嘛 从今天开始 把绣牌上的名字忘掉 那我叫什么 叫一个可以让你活下去的名字 来 今天啊 娘教你几个字 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对娘 对你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 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她 知道吗 知道 墨上草离离 故人归不归 墨上草离离 故人归不归 真鬼 来 墨上草离离 故人归不归 人归不归不归不归 去 陈伯 民主的 我叫楚离 黎